张千玲匆匆赶往二楼会议室开会 她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说 虽然东方是过两个半小时的直播 但所有编播人员都要早早地到台里 做大量的直播工作 主持人也不另外 我们现在在七点之前 每天会有一个话题来说 那这个话题更需要体现主持人 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观点 所以就会要求你自己来写 这是完全要求你自己来写 那其他的词呢 值班的编辑会给你准备 但是因为每个人说话的习惯风格 或者你的想法都会不一样 这样你会跟那个编辑商量的来修改他们 包括现场有一些感受也可以加进去 然后就得化妆和开会了 四点半 东方时空所有的工作人员 按惯例要开直播前的编检会 再仔细商议一下 今天直播的方案和内容 他说这个金蕴大骨一般都是女演员 而这位是一个男性 据康老师介绍说不必要 男演员是最可重的 这个好像后来结婚大了 对 金蕴大骨这个是他们介绍的 知道这是直播 在来之前的时候就觉得是一种挺挑战的吧 因为我老觉得直播的需要特别强的准确性 好的心理状态 好多方面都要特别到位 才可能做直播的一个比较好的主持人 总觉得是一种高的要求 但是在以前的节目形态决定的 没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就来了之后 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在之前都会有紧张了 我不知道你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直播了 那是对你来说是几年以前吗 六年以前吧 多不一样 起点多不一样 但是那时候本身起点就低 那个时候直播 不是 我说咱俩不一样 我这才开始做 你都做了六年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 就是你这种起点跟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 那时候第一次直播就是 其实很短的中午的十分钟的新闻 我 cannot understand that as a doctor Dr. Rolf Kruder from Germany stressed that法轮功 is anti-science practitioners claim that法轮功 gives supernatural powers so they refuse to take any medicine or seek medical care many practitioners have delayed their treatment or even died due to lack of medical care yeah we all know there are things you can fall ill you can have an accident then you need medicine so it's reasonable to take medicine many foreign doctors we interviewed suggested that society has to do something more to help thes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especially the youngsters to live a healthy lifestyle this includes Dr. Greece Fo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e them lead them to have about them I don't know